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中我將會示範自製細菌培養機 如此不用購買商業培養機便可以培養一般的細菌 我之前有拍一部嘗試自製TSB培養機的影片 那次的影片中雖然製作出了培養機 但是測試出來的培養效果差強人意 我想要試試看能否製作出培養效率更好的培養機 所以繼續嘗試 而在過去一年中我進行了多次的實驗 直到現在終於實驗出一種比較適合自製的增殖培養機 可以用來培養常見的非挑剔細菌 所以今天的影片中我就要來示範如何製作 那所有需要的材料以及設備方面 我都放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裡面了 記得看那邊來準備 這邊示範的量是製作200毫升的培養機 那如果你要製作更多的話 就等比例放大就可以了 首先要先秤8.5公克的落蛋白粉末 以及1.5公克的大豆蛋白粉末 接下來加入200毫升的水 攪拌均勻沒有結塊之後 就要來調整酸鹼值 酸鹼測定以不用很貴的 普通低階的就可以了 可以使用無菸鹽酸在通風良好的室外來調整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像我一樣用抽氣櫃 因為我用的是濃鹽酸所以用抽氣櫃 那這裡目標是調整到PH值4左右 配合等一下要使用了消化酵素作用的環境 使用的消化酵素是這個酵素 調整好之後 接下來就加入兩顆膠囊的消化酵素 反應的溫度以現在夏天 都有28到30幾度來說的話 放室溫就可以了 那冬天天氣冷 或者是說你住的地方很冷的話 最好是放在溫暖的地方 比如說麵包的發酵箱 或者是有些烤箱燉鍋 它可能有發酵功能的 之類的也可以用 那這裡重點是不要讓瓶子靜止下來 否則的話東西會沉澱 反應效果會很差 任何你可以想出來 讓瓶子保持 就是保持它一直搖晃混合的 方法都可以用 那現在就這樣 讓它放著反應 一個晚上 經過大概16個小時的反應 瓶子裡面變得有點黃 看起來也跟昨天的時候差很多 接下來呢 就拿一個廚房用的濾油網 簡單的過濾到小鍋子裡面 然後現在要加入兩克的酵母粉 我使用的是這個啤酒酵母 要注意看它上面的那個營養標示 像我用的這個酵母粉啊 它兩克的話 大概是含有一克的蛋白質 要按照你所使用的酵母粉的蛋白質含量 來調整你要加入的量 然後呢 還要加入1克的氯化鈉 以及0.5克的磷酸一甲 攪拌均勻之後呢 就拿去加熱 這過程呢 一方面增加營養物質的釋放 另外一方面呢 則可以讓溶液中的懸浮物沉澱下來 然後現在已經開始沸騰了 那就繼續讓它沸騰個10到15分鐘左右 然後呢 就關火冷卻 現在呢 已經完全冷卻了 那我就用氫氧化鈉 將酸鹼值呢 調整到大概 7.3到7.5之間 這邊的話呢 要慢慢調整 特別是在接近7的時候 要小心不能一次加太多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要把它離心來去除混濁的部分 有人會問一定要離心嗎 沒有離心機行不行呢 那除了離心以外啊 其他方法也是有 比如說用過濾法 不過呢 我試過像這樣的容易 大概要花個一兩天才能過濾乾淨 那中間你要換很多種 就是換很多不同的濾紙 另外就是呢 過濾用的那些耗材 還有器具 比如說你要準備過濾器啊 濾紙啊 抽氣馬達之類的 你準備起來花的錢其實 早就夠你買一台小牌子的 低速離心機啦 而且 低速離心機呢 在操作微生物上 其實很常使用到 所以如果是對微生物操作有興趣的呢 我建議是可以準備一台 那這邊離心呢 我使用的是 4000轉 30分鐘這樣的設定 來離心 離心之後呢 再進行一個簡單的過濾 其實就是拿一張廚房紙巾啦 我把剛剛離心好的培養機呢 過濾到兩桶裡面 然後加水補足到200毫升 那接下來呢 要加0.5克的葡萄糖下去 這樣呢 就完成我們的自製培養機了 那剩下的步驟就是 將培養機呢 進行高溫高壓滅菌 然後就可以了 這個呢 就是滅完菌的培養機 那跟這個商業培養機比較起來呢 可以看到顏色稍微暗一點 不過呢 已經算是很清澈了啦 那這些呢 則是我不久前製作的 另外一批培養機 也是實驗的 那打算今天一起來做測試 然後這邊呢 我準備了四種細菌 分別是 金黃色葡萄球菌 大腸桿菌 包式不動桿菌 以及 死腸球菌 來進行生長曲線的測試 那現在就來開始吧 那經歷8小時的測量之後呢 這邊藍色的線條是當作標準的 這個tsb培養機 那其他顏色線條都是自製的培養機 可以看到呢 自製培養機的表現不錯 細菌的生長狀況呢 雖然速度慢了一點 但是在經過一點時間之後 他都能夠追上來 那算是這次 細菌本身生長好像沒有很理想 可以看到那個 藍色線條有的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那我也拿來跟 以前做過的測試拿來做比較 可以看到呢 效果依然是相當不錯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那這次這個培養機的製作配方呢 我認為是合格了 用來培養非挑剔菌呢 應該是足夠啦 如果要做成盤子的話呢 就加洋菜下去一起滅菌就可以了 那屠菌出來的結果這邊 看起來也是可以的 那以上就是 自製細菌培養機的內容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